妈 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小心 小心 到 到 我跟李柔涵商量好了 把这房子那部分产权卖了 关了 关了 这说话 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想跟一个朋友合伙做点生意 挣点钱呗 妈 什么朋友不朋友的 不就是韩晓阳吗 我反对 我看的韩晓阳啊 根本就不是个发大财的料 跟他做生意 你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 妈 你怎么总是看不起人家呢 韩晓阳人用本分能吃苦 又踏实 怎么就不能跟他合伙开店呢 他本分啊 他老实啊 那有什么用呢 傻孩子 就你们两个脑袋拴在一起 那生意道上多的呢 你们要是真进去 就怕爸爸老本赔光了 你们哭都来不及 他韩晓阳倒好啊 他有什么呀 光棍一条啊 无牵无挂的 你行吗 你这上头两个老 下头一个小 你要是真赔光了 我们上哪住去啊 吃什么呀 喝西北风去啊 喝西北风好 真的好啊 好 妈 我又不是小孩 应该怎么做 我自己清楚了呢 那个火锅店我都看了好几遍 现在我也想通了 反正你跟韩晓阳合伙就不行 嗯 不 行 妈妈 和韩晓阳合伙好啊 小孩子 大人说话怎么乱擦嘴啊 好个屁 好 合伙好 怎么又好了呢 嗯 嗯 卖房 我欠字了 爸 您同意了 您同意了 老韩这人 不错 不错 爸